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的主播带你游 我们来到了南通镇的永家天地 它是集餐饮娱乐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个商业综合体 它也是我们南通第二大的商业综合体 那么今天的第一站 我们首先要满足我们的味蕾 一起去寻找美食吧 GO 来来来 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长沙臭豆腐 我们过去尝一尝吧 新鲜出炉的臭豆腐 大家看一下 你看面上它有一些配料 然后在底下有一些汤汁 我迫不及待想要来尝试它是什么味道的 它的外皮是炸的那种脆脆的 然后里头那个豆腐是软软的咬进去 而且它的汤汁会你一咬进去 它就溢出来那种感觉 一咬进去有水辣辣的 但是回味很多 这个冬天不妨也来尝试一下吧 你们 来到了二楼 就来到了小朋友的天地 看看我这个超龄儿童 有没有可以玩的项目吧 GO 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打的那个游戏器的那个上面的游戏一模一样 只是现在好像把它屏幕变成大的 小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屏幕打游戏呢 感受一下 玩累了就可以到三楼的这个咖啡店来坐一坐 来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 一走进店里就可以闻到一股很浓很浓的咖啡的味道 特别香 喝完咖啡来一场视觉的享受 在我们的隔壁啊 就是我们的春天国际影城 那时下最热门的影片又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饭点的时候 最不能亏待的就是我们的肚子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大饱口福一顿吧 走 走到四楼我发现了一个宝藏地方 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个露天的足球场 里头还有人在踢足球呢 这个冬天啊要是来踢一场足球 一定会非常的温暖 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带我一起 哈喽 我能跟你们一起踢足球吗 可以 走走走我们进去 一天的行程即将结束 今天我可是干了很多事情啊 满足了我的味蕾需求和我的视觉需求 最后还来了一场有意的足球赛 可谓是形成满满的一天 下期的主播带你游我们将去哪里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